先用一點點你們會的母語好不好 就是我們個人不勉強 而且那個母語的部分呢 這個長短啊 都可 好不好 都可 永密 我知道你可以 對 我可以 我們先從哪裡 美珍好不好 美珍開始 先跟全世界的原住民朋友 還有爸爸媽媽 部落的族人們問好一下 跟全世界的原住民同胞們 讓我想一下 剛剛大笑什麼東西 我們全世界的族人很緊張 怎麼搞的啦 媽媽嚇一跳 這個孩子怎麼辦 好沒有 我等妳 妳一定會有一句原住民俗語 快點 我會 海北七 撒阿咕敢怒 主人 我們講解釋一下什麼意思 這是我愛妳 我愛妳的意思 教我們一下怎麼唸 撒阿咕敢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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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沒有一見面就是說我愛妳的啦 什麼關係 原住民好啊 對不對 泰亞組你不要這樣子 被男主是可以的啦 對啊 好 撒阿咕敢怒 你看我們馬上教大家那個 我愛妳對不對 有命 有命的意思 各位 預備 出列 跟所有的觀眾朋友問候一下 大家好 撒阿咕敢怒 不是 我要重新 重新 我帶給你是更新的機會 對 原住民也是可以有國際觀 對不對 有國際觀 每個人 羅家組我是尤敏 好啊 出列 羅家組講得很標準 對啊 這時候已經掉下了 什麼意思啦 羅… 尤敏 就是你好 你好 對 沒錯 馬上教學 其實羅家還有加油的意思 就是有振奮的感覺 振奮的 對 尤敏真的是要跟所有族人朋友問好 對不對 對 一定要跟大家講 他其實雖然只有一半的血統 可是他才驕傲自己 有泰亞族的這個身分對不對 對 美生當然就不用講 那個土生土長耶 對 沒錯對不對 對 自己的部落在哪裡 在台東的泰安村 泰安 所以國小念 太平國小 國中念 風田國中 真的就是土生土長的 真的耶 你都沒有NG 都沒有NG 有命呢 就是從小對於那個 就是自己有一半的 那個泰亞族的身分對不對 那怎麼樣感覺 你會有泰亞族的感覺 比如說你平常有吃過 我們很道地的什麼食物嗎 我有吃過那個雅畢 飛鼠 雅畢飛鼠耶 對 可是因為飛鼠的處理都是 他要先燒過他的身上的毛 對 沒有錯 你很正確 所以我一聞到那個味道 就覺得 就是那個山上的感覺 對 部落的感覺 對 還有那個 DMA MEN DMA MEN 各位觀眾朋友 你特別你要講一下特寫 導播特寫他的表情 吃到DMA MEN的感覺是怎樣 特寫喔 對 因為那個有不同口味 對 所以油麵是真的有吃過 我們這個傳統美食對不對 有吃過 對不對 美珍 你這時候不能輸啦 我就不用說啦 對 土生土長的對不對 什麼什麼東西 科學麵嘛 科學麵也有部落版就對了 科學麵是我們傳統美食 沒有錯 我們小時候對不對 我們小時候叫王子麵 對啊 超好吃的 其實我也很喜歡吃飛鼠肉 可是我喜歡用草的 湯的呢 比較沒有那麼喜歡 還好 除此之外呢 還有什麼 還有喔 像山腔嗎 山腔 對 完全我們把保育類的全部 就是有時候 不小心山腔走到我們旁邊 我們不是 沒有 我們就是不小心 就列到它的時候 對 不小心 他把他的腳這樣子 對 所以這些原住民的山肉 其實都會吃得到 就喜歡對不對 吃到的時候就會想到家 對 就是那個味道 你一聞就知道 這是山上的味道 因為也只有回家可以吃得到 好開心喔 那爸爸多愛啊 爸爸多愛對不對 等門面也是我們的經典美食 對啊 等門面經典 無法取代 而且是Diam的朋友才會知道 為什麼我愛他如此 對 真的就是從小到大 無法取代的東西啦 沒有錯 但我覺得我們今天收看節目當中的 不管是太陽族的朋友或是 北南族的朋友或是原住民的朋友 都會很 覺得很感動也很驕傲 你們兩個上我們的節目 謝謝 還是要講一下這張專輯好不好 神木與童 人家當他出來的時候 神木與童 全世界的原住民會很疑惑 為什麼是神木與童 對 來吧 為什麼 為什麼 我們也不知道 為什麼 你們也不知道就是 其實因為 團體嘛 一定要代表我們兩個自己的意義 對 神木是我 神木是你 然後童是我 為什麼你是神木呢 游命這個名字還有一個含義 他以為啊 他以為他是神木就對了 其實很多人都以為說 游命就是神木的意思 其實我要解釋一下 對 游命是在新竹堅持那邊 有一顆神木的名字 是因為一個叫游命的人發現 所以那顆神木叫游命神木 游命神木 對 所以我那個 那個時候是因為這樣 我就覺得 其實我可以取這個含義 因為神木是精神象徵嘛 就希望自己也可以像神木一樣 有一個精神這樣子 而且可以永垂不朽 會慢慢茁壯 對 好啦 慢慢茁壯 但是他很年輕 對 所以神木代表了這個游命對不對 而且游命就以這個名字為 自己振奮的一個意義對不對 那童呢 童要怎樣解釋啦 黑木童嗎 其實一開始 游命你笑什麼 日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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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 你以前是用日語的名字 這個童會用在什麼地方以前 用在我的眼睛 因為你的 美甄又認為自己的眼睛是 可以講很多話 可以表達你很重要的一個特色 對不對 他這樣講我就真的不是Hitomi 是我童你 不是He 是我 所以是Hitomi其實是童對不對 日文的童 所以你以前都會用這個名字 對 你也很喜歡這個名字這樣 是啊 真的嗎 哇塞 所以終於我們明白了神木與童的意義 他的越來越意義是這樣子 美甄的眼睛就是那個童 對不對 游命的精神 大家看一下游命 他的頭髮你看 長得怎麼像神木啊 太久沒有修剪 對 不過以死命名其實是一個很好的 游命其實是一個很好的名字 對 而且是一個很普遍男生的名字 很普遍的名字 對 所以並不陌生 並不陌生 對 我們常常聽到游命 所以當初在星光看到你的 用游命這個名字的時候 我們大家都很開心 對 覺得我們一定會有機會 認識這個援助館 而且就為你打氣這樣 有很多就是一樣是泰雅族的長輩 有時候他看到都會說加油 因為他終於有聽到一個 他熟悉的名字 然後可能在比賽 或是在做一些什麼事情 沒有錯 沒有錯 我們都是這樣的心情 那當然今天收看 八點打給我阿璐的節目 我們一定會大方送 Solo 送 什麼呢 我們要送給大家 有沒有看到 神木與童 兩個真的很High的一個原作女Rocker 有沒有 他們的那個宣傳海報 而且簽名海報送給觀眾朋友 只要你Call 0226339989說 八點打給我 我愛神木與童 我們就會送 再一次喔 只要你說 八點打給我 我愛神木與童 That's right 我們就會送 休息一下 我們再回來 八點打給我